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非常想她 我很爱她 谢谢 迈着轻快的步伐 从那走上来 宛如少女一般 捧着十一朵玫瑰 迫不及待地说 我好想念你老公 请问苏星大姐您方林 我谈不说方林都四十多了 你们结了婚吗 没结婚 不是现在都也叫老公吗 你们确立了关系 我又是没有领结婚账的 该发生的都不 不好说 你是明白的 我都不好意思表达 你先说你们什么时候认识 我们是去年的8月份认识 慢慢地聊了第四五天的时候 他就开始邀我出去吃饭 第一次见面选择了一个附近的咖啡厅 说说第一次初次邂逅时的怦然行动 真的很难为情 你们年轻的人家都大街上赶楼楼抱抱 我都真的实在不好意思 你给我点面子 我们这个年龄太不好意思了 是中午还是下午 傍晚吧 暮色将至的时候最迷人 你说看得清吧 看不太清 你说看不太清吧 蒙蒙隆隆 四十岁的大街喜欢傍晚 谁先到 当时算是我找到了 你找到 我就知道肯定是你找到 对 我做那十分钟我觉得迫不及待了 好 十分钟之后 主角要登场了 让我描述一下 我果然你看他从旁边缓缓向我走来 一米七八的客户 一米七八比我高 长得的确还是很帅 他说他是做保险公司的副经理 单身呢 他大概多少年纪 二十八岁 他就一个妈妈 他是河北的 那那天了解了这些之后 你是更喜欢了呢 我有点心里更纠结了 你怎么就纠结了呢 说实在他第一次见面 他给我带来一朵玫瑰花呀 那你肯定抵挡不住了 是的 我的确是经不住诱惑 但是我又 谁诱惑你了 他们 他说我感觉你这性格 我特别的喜欢你这类型的女儿 但是我重来心里很喜欢 我也不敢接受他这份表达 就因为我们年龄差了很多 他比我小那么好 十长几岁 他快二十岁了都 你四十吗 我四十五了 你四十五他二十八 你没看出来你有四十五 没看出来你有四十五 我是老爸妈 三里吃了专门 就喜欢这个人老是不老了 哎呀 我就是最爱不老那种人 据苏信所说 他与王磊认识之后 恩爱有加 那么 他为什么来到告白的舞台 向这个通过微信认识的男孩 告白呢 我想问一下你曾经有过婚事吗 我是曾经结过两次婚的人 我是父母包办的 没有谈过 两次都是 第二次算是闪电似的 因为他脾气特别暴力 经常喝酒 喝多了大脾气打了 后来经常的打 我就忍无可忍 你的命怎么这么不好呢 是啊 我好苦的命啊 我就遇到一个水子 我们的体验不能来点悲伤的音乐吗 遇到一个水哥也挺不容易的 怎么我又不敢 就这样的轻易接受 你说他到底是不是对我是悲伤的呢 我就特别 特别的 我想说 这位善良 还有可爱的阿姨 你有没有考虑过 这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温柔的陷阱 也许他令我目的 我觉得您还是慎重一点 他为什么要离开你 我就在超市上班那天 我就收到他手机发来一条短信 他告诉我 他去回老家的路上了 去河北了 他说他妈病了 是脑溢球 要管我这三万块钱 电话我就说 干脆我也请个假 咱俩一块回去 去照顾阿姨 开始看看你妈 他结果说到这 他立马就想变了一个人 他说我 你怎么走 这么现实的女人 我一说给你现钱了 你还是不相信我 就让给我着急 后来电话就挂给我挂了 再怎么打电话就也不接了 他还说男生的话呢 还说了什么呀 他说我 不好听 说给我听听 怎么不好听 我不好听 我听一听 你不说我们怎么能了解呢 说啊 他说我玩了 他的身体欺骗他的感情 请问一下 你们除了这三万块钱 这一次之外 以前有过矛盾没有 没怎么 以前没有过矛盾 你们一直很相爱 是啊 他不是在保险公司上班吗 他就说要给我和我女儿 买一份遥了保险 我给你和你女儿吗 他跟我说了 你去办吧 你见到保险了没有 他拿了资料让我去 我还没去看 又没买成 他说是买了 但是我还没去看 什么可能呢 如果他给你买了保险 要你签字啊 那就是没有买成嘛 除此之外 你们还有别的经济上的往来吗 因为他在保险公司上班 经常要去陪客户 去出去吃饭了 有个应酬啊 有的时候怕他手里没钱 就给他一个三百五百的 让他出去一个大老爷们 虽然没钱也挺没面子的 他可见你很爱他 是啊 他给你买过什么东西 大家的就买过项链 还买过两套衣 您别把玫瑰花拿着 在这告白了 应该把玫瑰花放下 拿起手机拨110 您碰的就是骗子 还是个诈骗的一个骗子 一个男人如果爱你 他不会把你抛弃在这地儿 不管不顾 他因为他不忍心 不舍得 他能走 就说明他不爱你 为什么把你钱骗走了 什么东西都拿走了 不了了之 您还不明白吗 他躲着我不见 我可能是怕我嫌弃他 现在的处境 因为他要救他独子家里 他还要照顾他妈妈 连工作也没有了 他可能是 又没车 感觉也没防 现在的处境 他怕我嫌弃他 阿姨您知道吗 您一直在为他说话 刚才土耳老师问您 看过那份保险吗 您就在说 我一直没有时间 我一直想去看 没见过就是没见过 他的一些东西 你可能都不知道 是不是实在的 是不是真实的 土耳老师一直在问您 您自己都在提他远谎 提他在说话 为什么 因为你 您爱他 这个我们都看得出来 但是他有那么爱您吗 您还没想到 我们不要再骗自己了 真的 年轻不惑了 你去骗他 你 于心何忍 对如果是骗 这个骗子 的确有够狠 我感觉平时的时候 他也挺会关心人的 就那一次 我上夜班回来的晚点下雨 都没回来 怕我临到 才拿着爽去接我 那一次也 现在事不大 我感觉挺感动的 他脱了他衣服 给我 皮肠 怕我感冒了 可能很多人听了这样一个故事以后 会用骗这样的一些字眼 去为他做定义 但是呢 我通过书星的一些描述 我觉得他们两人之间是 也许有感情的 如果这个男孩子这么的有心计 如果他真正的在经营 或者是说在运用骗术 就为了几万块钱 他用不着 一去不返 况且 对于这样的一个善良的姑娘来说 他可以一二再再二三的骗 所以他没有必要这样 所以我相信也许是真的 其实我觉得这位男生他应该最早就是以一个保险经理的外壳然后来接近你 那是他最初的一个想骗你的一个身份 但是他跟你接触之后呢可能真的是爱过你 但是我很短暂 然后在他的利益 他想要的钱面前 他还是选择 他要他想要的钱 而不是你 比我有钱的老 那富婆也多了去了是吧 要说年轻的那个美女也要很多到处都是 你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让他可 对呀 我又不是富婆 我又不是很有钱的人 就是如果他要骗的话 他也不会骗您 就是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 关键是有一点 你说他也给你送过衣服 也给你送过伞 也给你送过吃的 我觉得他也可能是对你有一些感觉 我老是担心 我怕他是不是有什么意味了 这段时间没有联系到他 我怕他真的是有什么别的事有意味吗 我不知道到底他出了什么事 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 高尚是高尚者的牧志明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你站在哪一头 你就会想相同的问 你们会想他可能上当受骗 他在想他可能在受难 他是真心的爱着他 也许我们不能够理解 我们说他傻 你是真傻 我们也希望他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呢 架不住事实到底是怎样 我们当然希望他是真爱你 但如果刚才嘉宾的预料 不幸成真 你会怎么做 不可能 有点不可能 我相信他应该会来的 通过微信与苏欣认识后的几个月中 王磊通过保险 母亲生病 工作等理由 向苏欣借了不少钱 然后离开 那么王磊 到底对苏欣是真爱 还是 另有所图呢 他今天会来到现场 接受微信女友苏欣的告白吗 那我们就有请苏欣站到 开启告白这门的恩键旁边 如果王磊今天不来 你做何打算 希望他能够看得到 我就是想告诉他 我真的一直都是很想念 你非常的爱你 王磊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就说他如果不来 你还要继续坚持找他 是吗 我要知道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如果他来了之后 他告诉你 他以前确实是在骗你 你怎么办 来了我们就先回家呗 钱不钱呢 那个以后再说呗 钱要要回来吗 钱无所谓 那钱可以再证我 好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别急动啊 怎么了 挂掉了啊 再播一次 干嘛 快电话啊 先别急 别急 再播一次 再播一次 你别作声我来说 喂 喂你好 你好 是王磊先生吗 你谁啊 你好 我这是辽宁卫视完美告白的录制现场 哦 有一位这个告白人叫舒欣的女士来向您告白 您认识舒欣吗 我认识 那都是以前的事 您所指的以前是四个月之前吗 哦对 四个月之前你们相爱吗 嗯 呃 后来他说你赴辞而别突然之间就离开了 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是这样吗 没有啊 我 我 我妈生病 你妈妈生病 但你妈妈生病不能成为你们之间分手的理由啊 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舒欣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说 即便是要分手他想分个明白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啊 您觉得你们性格之间不合适是吗 对 不合适 此外这个舒欣说 你们之间还有经济往来是吗 没什么经济往来 就是都互相帮助我 就是您是不是有借过他的钱款 我拿过 大概多少钱您心里有数吗 我也对他好 我给他买过衣服 那您的意思是说这个三万块钱和以前您借他的一些钱 呃都是彼此对对方的付出是吗 对 就是 就就就就就不用谁也不欠谁了 那这样吧 我是这样建议 因为当事人是您和舒欣 您能不能跟舒欣 呃 说上两句 让舒欣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一下 你占用你一点时间可以吗 行行行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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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稍等一下 来你说吧 好好说好好说啊 好好说 你知不可能 我也不想回来了 我想问一下王磊你爱过舒欣吗 爱过是以前的事 你现在就是一心要跟舒欣说分手 而且是不是这样的不告而别的方式 还有还有说的吗 啊没有别的了 我想舒欣他明白你的意思 但他未必现在能够一时缓过劲来 但是对于你们以往的一些旌旗过往 他可能会保留他的法律诉讼权利 说白了 我也给过他汽车 我也照顾我 好 我也给他自我玫瑰 我也给他们做过饭 我什么 我觉得都是很公平的 我没有什么可欠的 行吧 公不公平 你们俩自己心里清楚 而且我相信这个账我们算不清 法律可以算不清的 谢谢你 再见 舒大姐 你还哭什么哭啊 你听见电话里 他对你的绝情了吗 他刚才在电话当中所说的 所有的话 每句 每一个字 你都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吗 不要再哭了 我能笑出来吗 你也不用笑 也不用哭 问题是别人不珍惜你的眼泪 他不珍惜你的眼泪 你说你哭他干嘛呢 哎 这挺好 阿姨 你一定要这么做起来 像您这么可爱 这么善良 这么美丽 一定有好的归宿 真的 为了这种人 这样子伤心不值当 祝福您 我相信一句话 就是好人有好报的 你这么善良 肯定早上会遇见真心爱你的人 而且你今天来到咱们这个现场 能把这个人 也看见了真面目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好的结果 正在像你 而坏的人已经走了 别再痛苦了 那家车 那家车 让他们给他擦一擦 阿姨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真的 像您这么好的女人 一定有很好的归宿 相信我们 好吗 想不到 我跟你说啊 很多东西你要想到 并不是你的命不好 是你太多没想到了 你以后要想多一点 好不好 这样你就可以改变命运了 你以后就会不一样了 好不好 坚强一点了 谢谢 谢谢 来 胡大起来吧 谢谢 苏欣 你的女儿在哪里啊 我的天女 此时此刻你最伤心的这个时候 你会把这个结果告诉你女儿吗 为什么 怕她替我难过 你觉得你要是把这个结果告诉你女儿 你女儿会怎么说呢 说我傻呗 你女儿会说妈妈 你实在是比我还单纯 你今年四十五 如果你愿意 此时此刻可以站在完美告白的舞台上 面对着我们的镜头 为自己争取另外一次幸福 我相信我自己会努力的 我相信我会能够找到我属于我自己的幸福的 哎 好 太棒了 原本孩子会友好的 那我不可能老遇到骗子 谢谢你们 把你的玫瑰花剪除 不要了 不要了啊 也行 自从微信 默默等这些社交工具普及后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但我们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在认识新朋友的同时 要多一份警惕 我们也祝愿苏星大姐的将来 能遇到真心喜欢自己的人 实现她的完美告白